红艺米是台湾导演薛颖童家乡特产 也是她在武汉播种的一颗种子 三年前,45岁的她之身来到武汉 开办了名为红艺米的文创影视公司 薛颖童接受中心设计者采访时表示 种子代表着希望 相信这颗种子一定会带来沉甸甸的收获 我们武汉这个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这个是一个文明 长江文明我们作为文化的人 对这边的这个文明的吸引性就很强 她这边的会台政策就是你 不管你是谁,台湾人来 她就是给你一年在那边住满一年 你就有一万块的政策补贴 2018年7月,正在广东创业的薛颖童 受邀来厄参加第15届湖北武汉台湾州 武汉交通四通八达,高校密集 储文化深厚而充满活力 薛颖童回忆,第一次来武汉 她便对这座城市一眼定情 同年11月,她下定决心来武汉创业 武汉现在目前的那个交通的发达性 是超过我想象的 因为以前我在住在台北嘛 台湾的台北 我发现一个城市它要崛起 就是一定是先把马路先盖好 所以那个时候乱七八糟 就是叫做交通黑暗期 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准备是要起飞的 2020年初,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薛颖童停下手头工作宅在家中 彼时,外界流传着许多关于疫情的谣言 为了展示武汉真实的一面 她广泛收集素材 创作出战役即时短片 中国台湾导演在武汉的76天 记录医护人员 司机、外卖小哥、志愿者等 坚守抗疫一线的画面 获得数百万的播放量 基本上现在目前是处于上升期 因为我在武汉感受很深 我觉得我们湖北武汉人实在是太强了 面临到困难的时候 它却是这样的应对方式 这对台湾人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非常有勇气去面对问题的 因为我好多朋友都是下一线在做服务的 那一些是生命危险的 所以我会觉得很难可 因为我们其实在那个患难中 还是很有感情的 据了解 在当地台办等部门及朋友帮助下 红一米公司很快小有成就 稳步有序的承接广告 短片拍摄等业务 同时 薛颖童还潜心创作电影剧本 希望尽早完成心中的电影梦 通过她的作品告诉世界 两岸就是一家人 就是我疫情当天出来吃的干面 大家都想吃的干面 那个旁边的人就看我 讲话不太一样 武汉人 他说你口音不太一样 我说我是台湾人 疫情我都是守护 我都是在那边做隔离 他就说你是兄弟 我就特别有那种感觉 其实那个你 平常这些路人跟你没有关系的人 因为这个疫情 他跟你的那个关系 其实就是很比较亲密 所以我会觉得我是四分之三的武汉人 目前薛颖童及其团队正在录制一档实景直播节目 弯弯垮武汉 垮在武汉方言中意味聊天 通过访谈在俄台湾同胞 展示两地互融共通的经济和人文风貌 因为我的特殊性是在于我是台湾人 我可以加些台湾的元素进去来介绍武汉 我也是想要把这个城市介绍出去 更多人投入这边的市场 更多人共为其他这边创业 那也让人家了解一下 我们台湾人在这边生活 还有这台湾一些特色 在做的这个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